我好像收到楊智寄給我的包裹 大家知道楊智是誰嗎 不知道楊智是誰的可以點一下這邊資訊欄去看一下我們之前的尋人記 他從苗栗寄過來 我記得他之前跟我信件來往的時候有跟我說他住苗栗 然後這個是4月30號就送來了 只不過因為他是寄到我工作室 所以我一直到現在才拿到才發現他有寄東西給我 我在猜應該是為了要趕上我的生日 因為是5月初 真的是一個禮物的包裝欸 楊智 楊智寄給我什麼 楊智 哇 你好像是 我今年沒有收到太多禮物 我今年收到的禮物應該是 一隻手 可以數的以內 這個 謝謝楊智 送給我生日禮物 好 那我打開囉 打開囉 哇他綁的 他包裝的很好欸 好可怕 會不會是什麼整人玩具 不會 我覺得以楊智的個性 他總是這麼貼心 應該不會送什麼整人玩具才對 包裝裡面還有一個包裝 我覺得拆禮物還是有一個 還是有一個儀式感喔 就是會有一個開心的感覺 好囉 我真的 我從上面偶像還好 好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東西 看不出來 還是看不出來 但是這裡有一個 紙 超級楊智風格 他把 他把 他把字連印在 白紙上面 做成一個 一篇論文 又讀 對 大家也知道他的風格 他總是會在我影片底下留下他的 各種想法 跟即時的 回饋 OK 好這個我會慢慢讀 這個喔 他這個是 他這個是非常詳細的 討論了這個 他非常詳細的描述 他送我什麼東西 基本上他送給我的 是 iCache200的優待卡 以及 精靈寶可夢的悠遊卡 寫的就是 在描述這個要怎麼使用 跟 然後他還送給我一個 一個瘋 一個瘋鈴 一個瘋鈴 後面他還講到 唐祈陽老師 對於我 就是 金牛座 所做的2022年下半年的預言 所以他根據這個預言呢 決定要送我什麼禮物這樣子 好我讀最後一段 雖然之前有跟邢瑞幾次講過 不過還是想跟邢瑞這麼說 希望邢瑞在身心健康方面 一直可以擁有非常好的健康運 希望邢瑞的整體運勢 也可以一直都一路平安 五路財神助力 十方神佛 助望事業貴人 祝2022年的邢瑞生日快樂 好的 謝謝楊智 真的是太用心了 好 所以 這個 iCash 2.0的優 優待票卡 以及 精靈寶可夢的優待票卡 然後還有剛剛講到的這個是 風鈴 然後這邊有一些 應該是 欸 喔這也是風鈴欸 風鈴有好幾組 風鈴有超級多組的 這一本書是 你知道的太多了 一本超好笑又帶有點附黑的法律工房經典 好像是YouTuber 一個YouTuber的作品喔 喔它裡面有講到 它希望我可以 它希望我可以補充一些 法律的知識 保住自己不受侵害 然後也同時 表達 醒瑞是一個非常聰明伶俐 也非常有智慧的人 好 謝謝楊智的禮物 我有收到了 我相信你一定會看到這支影片 非常感謝你這麼用心 那希望你也不要有壓力 雖然現在蠻多人認識你的 如果有些影片你真的沒有辦法來留言 或者是你需要休息的話 不要覺得 來留言是一個你的義務 不要給自己 這方面的壓力 那這邊順便講一下我今年33歲生日了 生日剛過 那生日願望當然就是那幾個嘛 身體健康 事業順利 喜歡我跟我喜歡的人 都可以幸福